這輛紅色私家車 星期二早上由停車場三樓穿牆飛落街 全車翻轉 女司機一度被困車內 我見到消防員在救傷者 我見到傷者好像穿著一條性褲 消防員叫她做小姐 大約幾歲就摸她 小姐小姐小姐她就沒有反應 這樣連人帶車飛落街 30歲姓羅的女司機依然大難不死 被救出後雖然一度昏迷 但送院搶救後恢復知覺 現留意骨科病房情況穩定 她由手術室被推出時眼中含淚 再回到現場看看 由高處看下去整地石屎碎 整架車爛得好像廢鐵一樣 被撞爛的停車場石膊 港斤外路 炮彈飛車意外現場位於屯門湖景村停車場 星期二上就大約10時 消息指 女司機當時只是穿著睡衣褲 加件外套及球鞋 連身份證都沒有帶 就下樓去停車場 不過她沒有立即去拿車 而是先在停車場徘徊了一陣 之後她開車兜上四樓 經調查後 相信她當時正沿著斜樓下三樓 但去到轉彎位時沒有左轉落下一層的平台 反而直衝撞爛圍牆 先撞到一棵大樹後 再直墮地面 幸好當時沒有圖人及車輛經過 否則後果不堪撤上 這宗罕見的炮彈飛車意外 女司機得已能夠保命 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院士 盧國強工程師估計 是因為私家車車頭先落地 射一射力 如果車頂落地 分分鐘會撞爆頭 她又說 由於私家車的安全器袋彈出 相信當時時速介乎20至30公里 撞擊力高達4噸 但理想的停車場長身 應該足以承受高達10噸的撞擊力 懷疑出事停車場長身 承受不到意外造成的撞擊力 現在這個個案我相信最可能是30公里次速 即是不可以得快 因為不夠老程的加速 如果在這個程度下 如果有5噸至10噸的撞擊力長 就可以足夠保護 我看到它爛了的時候 鋼筋都是比較溜柔的 不夠粗撞 所以那個撞擊力是減弱的 警方正存機件 和司機精神狀態調查意外成因 我永遠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